然後最後一個單位 就是速度 它的單位是 M除上S 然後接下來把這些 文字 給它放大一些 然後這個拖上來 把它調成比較大的尺寸 然後自行大小也可以把它放大 然後它的文字 我們改成計算 然後之後就可以測試應用了 然後之後就可以測試應用了 然後這邊我們就直接給它計算 現在計算結果已經出來了 然後這四個圖就是 幾何還有 速度壓力 還有溫度的圖 那我的報告到次結束 那我的報告到次結束